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如今SUV越来越受到广大年轻车主的追捧 诸多国产汽车品牌开始投入到SUV的生产中 Puffer H6可以说是我国目前非常经典的一款国产SUV了 不过我国另外一个经典汽车品牌 长安汽车推出了长安CS75 售价9.98万起 气能十分强大 扬言要干掉H6 真的不是说大话吗 CS75的外形跟前版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前部来看 CS75的近期价格要比之前的大了很多 并且上面的英文也被长安的logo取代 不仅跟上了世界的潮流 还更加凸显了阳刚之气 在车尾部 这款车也采用了如今最为流行的贯穿式车灯 可以说是步步紧追时尚 要把自己过去欠的一次补回来 在内饰上面 几乎所有的地方都采用了软质材料 不再有硬邦邦的感觉 中控系统采用了10.25英寸的液晶显示屏 还可以更换成悬浮模式的显示屏 科技感非常强烈 在小编看来 这款车的内饰水平如今已经追上宝马了 在动力方面 依旧采用了蓝镜280T直喷增压发动机 不过却对这款发动机做出了一些升级 而且采用了爱信的第三代六档首次一体变速箱 驾驶起来更加舒畅了 除此之外 这款车在抗震动 抗噪声等诸多方面也有了改善 推出这样的一款汽车 可以说长安是充分总结了CS95的失败之处了 如今面对竞争激烈 日益强大的SUV汽车市场 如果不能抢得头筹 那么未来的发展 可以想象是相当困难的了 这款车的定价不足10万 搭配这样的配置 让人感觉诚意满满 那么面对这款长安CS75 和经典的哈佛H6 到底谁的销售业绩 能够更加出色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